不对劲 杨坚开车在路上 一直思考着之前他和赵磊的对话 虽然表面上是一副彻底闹翻 要报复自己的想法 可实际上呢 赵磊只是特意的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留下几句话 并且进行了第一波接触之后就离开了 根本就没有想要对付自己的意思 而且最后留下的那句 我们还会见面的 现在还不是时候 也存在着疑问 既然赵磊觉得是自己害死了他全家 要找自己发泄怨念 完全没有必要正面出现在面前 而且他不能肯定赵磊遇到了这只鬼之后是否已经完全被厉鬼控制了 还是说赵磊也驾驭了一部分 所以他才成为了那只鬼的载体 信息之中提到了一个关键性的地方 那就是我之前住的地方 赵磊之前是在那里出事的 杨坚心中这样想到 随后他又联系了刘晓宇 帮我再查一下赵磊一家人的生存情况 是失踪了 还是幸存 如果是失踪了 是失踪了几个 如果活下来了又活下来谁 我要确切的信息 好的 不过现在大昌市正在施展救援 很多部门暂时无法展开工作 这需要一点时间 刘晓宇道 杨坚道 只要有结果就行了 争取最快速度确定吧 放心 我会帮你办好的 刘晓宇语气很认真道 感觉 大昌市事件结束之后这个接线员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观 态度格外的显得有些友好 完全没有了之前那种有些让人厌恶的语气 这让杨坚不得不感慨有地位和实力真好 带着探寻真相的目的 他再次来到了自己以前住的那个老旧小区 几个月前还在其中读书的时候是他一个人租房子住在这里的 至于老妈则是一直在外地工作 因为灵异事件开始之后 遇轨者总部的人为了照顾家属 似乎特意安排了老妈进了J市一家知名企业上班 用了各种办法留在了那里 虽然有段时间没有联系 但没有坏消息传来就说明一切情况都很好 这让杨坚不需要担心 这些隐形的福利 说实话某些时候还是很有用的 毕竟现在J市是全国最安全的地方 没有之一 到了 开着警报嘀嘀响 有点问题的车 杨坚来到了小区门口 空无一人 死一般的寂静 昏暗的楼道里灯光都没有 仿佛已经废弃了好几年一样 平日在小区楼下打牌 跳广场舞的老人现在都已经不见了 虽然看上去这个老旧的小区有些不正常 但杨坚知道 这个小区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是自己家 轻车熟入的进入了一栋居民楼 然后上楼 来到以前家门口 发现这里的房门早已经打开了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当初自己急匆匆离开这里的时候没有关门的缘故 并不是进了贼 就算是有贼 这闹鬼的房子谁进谁倒霉 重回旧地 杨坚感觉熟悉而又陌生 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他已经完全快认不出自己了 这段时间的变化实在是太快了 走了进去 还是熟悉的布局 只是房间里多了很多的灰尘 其他什么都没有变 甚至是旁边的饭桌上还有他上学时候没有吃完的泡面和火腿肠 当初离开这闹鬼的房子走得很匆忙 什么都没有带 身无分文 最后不得不用了一些不光彩的手段弄了点钱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经历还真是有些有趣 这是 杨坚用手机灯光照射 发现客厅里多了一地的废纸 可以肯定这绝对不是当初他用完之后留下的 这些废纸被人为的撕碎了 淡碎的并不算严重 随意地拿起几张拼凑出来之后他发现上面有赵磊留下的话 我的记忆出现了问题 自己的情况很不妙 有些事情我必须拿笔记下来 杨坚说得对 驾驭厉鬼是一件噩梦般的经历 我为之前的好奇感到了后悔 他现在就在我的脑海里 我在不停地遗忘掉一些很重要的记忆 一些不属于我的记忆却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 大昌势的天黑了 我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向杨坚寻求帮助 但是我并没有找到他 这房子里有一只鬼 当你看到这笔记的时候赶紧跑 离开这里 我叫赵磊 那么徐帆又是谁 张霞又是谁 我怎么会有好几个人的记忆 不是所有的鬼都能被驾驭的 我感觉我无法驾驭那东西 他正在控制着我 我感觉要疯了 笔记 快看笔记 记住 一定要看笔记 千万别相信笔记上的话 那是鬼控制了我留下来的 杨坚看着上面赵磊的笔记 将这些撕碎的纸张逐渐地拼在一起 零零散散的的信息构建出了一个不完整的故事 赵磊一个人来到了这里寻求帮助 可能是见到了自己家的门没有关 所以好奇地进来了 随后他受到了厉鬼的袭击 然后脑子的记忆出现了混乱 不过中途赵磊似乎有挣扎的经历 仿佛和鬼坐着搏斗 但最后的结果是赵磊没有驾驭那只鬼 失败了 他的记忆被彻底地改写了 脑海里还多出了好几个不同人的记忆 而事情发生的时候赵磊察觉到了这一点想要通过留下笔记提醒自己 可是另外一只鬼却又通过笔记留下了千万别信这些话的内容 地上破碎的纸 断裂的笔 还有挣扎的痕迹 无不表明当时的赵磊经过了非常漫长和痛苦的一段时间 挣扎到了最后 赵磊失败了 他失去了自己的人格 某个东西却继承了他的记忆 我感觉已经没有希望了 我就快消失了 我不知道还能保持多久的清醒 我想联系一个叫杨坚的人 却已经不记得他到底是谁了 只知道他很重要 能帮助我 一张纸上赵磊留下了绝望的一句话 杨坚看着这里沉默了 继续剪着地上的碎纸 他在沙发底下的一堆废纸上发现了一大片重复的画 杨坚 当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一定要杀了我 千万不要认为我是赵磊 我已经不是我了 他在利用我的记忆寻找你 杀了我 不管是谁一定要杀了我 千万不要让他得逞 好多纸上写着要自己杀了赵磊的话 但在这堆纸的最深处 他找到了一个特别的纸团 没有被撕碎 像是人为的藏在那里 我发现了他的一个能力 他能更改记忆 夺取记忆 那么我可以在最后清醒的一段时间里自我催眠 尝试着植入一个虚假的记忆 让那东西吸收 虽然不知道有没有用 但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我能做到的只有这些 杨坚 我很抱歉 自己太没用 给你带来了麻烦 之后剩下最后一堆散落地上的纸 用红笔写着 找到杨坚 报仇 杀了他 我要让他知道当初对我做的事情 杀死杨坚 杀死杨坚 不断地重复着这些话 字里行坚里充斥着一种戾气和凶恶 自我催眠似乎起到了作用 最后虚假的记忆被吸收了 赵磊人格消失之后只有对杨坚的仇恨 这仇恨不是真的为了报复杨坚 而是想利用这种仇恨找到他 趁着厉鬼某个目的没有达到的时候被杨坚解决 这是一种利用厉鬼的特性 借刀杀人 这一招 赵磊用得很漂亮 在绝境之中 想到了这么一个破局的方法 但赵磊的计划只是成功的了一半 他这份自我催眠的虚假记忆虽然成功了 但厉鬼却察觉到了 毕竟厉鬼已经彻底的吸收了他全部的记忆 这计划内容肯定也洞察了 所以之前的赵磊知道杨坚很厉害 只是稍微接触一下就离开了 该死的鬼东西 杨坚猛的站了起来 沉寂许久的内心莫名的涌出了一股愤怒 好的 好